虽然我长得很丑,但是我温柔呀 日后啊,我是乔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奇手无比的男子爱上长相漂亮的奇女子的故事 二十年前的夜晚,一妇女吉普赛人带着婴儿来到圣母院的附近 男儿不幸被士兵发现 他被冷血无情腐败虚为弗雷诺法官一路追到圣母院门口 在抢落婴儿时,摔死在阶梯上 男后弗雷诺要把婴儿弄下水井时,副主教大喊住手 副主教大声控告弗雷诺的罪名 你所犯下的罪名,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 弗雷诺看到圣母院外所有的雕像的眼睛仿佛在盯着自己的时候 他感到真正的恐惧,于是弗雷诺妥协了 他把婴儿放在圣母院的钟楼上并取名为卡西莫多 但这是畸形人的意思 长大后的卡西十分的温柔,今天是万余节 但是他却有些低沉 因为他从出生就被囚禁在钟楼里 也幸好钟楼里很多雕像都是卡西的朋友和守护神 他们鼓励卡西去楼下看看 不要一辈子当个旁观了 卡西转转欲动 不过这是他的主人弗雷诺来了 卡西无意识地暴露了自己想参加节目的想法 于是弗雷诺耐心地给他洗脑 说他是卡西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说他是被所有人厌恶的畸形人 卡西想出去的心情就如奔腾的野蛮一样 想要冲出来,想要发泄出来 如果可以出去一天 哪怕就一天也好 他愿意被关在这里一辈子 从前线被弗雷诺找回来的巨人被彼此回来了 在路上他看见美丽的吉普赛女人艾斯梅在满意 于是投了两个金币 这时有士兵抢艾斯梅收到的钱 菲比斯出手帮了还一把 但是弗雷诺十分讨厌吉普赛人 在他眼里 吉普赛人就是肮脏的存在 捞乱的秩序 菲比斯被找回来 就是为了让他对付吉普赛人 很快万一节日就开始了 菲比斯作为护卫首领跟在弗雷诺的身边参加敬典 万一节日这个巴黎人寻找最丑鬼点使命的日子 他们一字为乐 就在这时 卡西鼓起勇气趴下了教堂 他不小心降落到清廉队伍的中心 他无所遁形地出现在环境中的人群中 滴滴壮壮壮不小心闯进了艾斯梅的房间 艾斯梅画他面具做得真好 而当艾斯梅上了跳舞时 所有人都为他疯狂 他跳完舞就开始追求面具的屏蔽 他把台下的卡西拉上了台 当他要摘卡西面具的时候 所有人才发现那不是面具 那就是他的脸 于是他成为了最丑的人 人们欢呼起来被他加冕皇冠 卡西为大家的乐情 开心地哭了 这时有个士兵邪恶地吵他的脸 弄了水果 接着所有人一改乐情 开始吵他弄水果 他用绳子掏托他 绑住他 他的仇态成为了最大的笑点 他越生扎 就被越多人绑在台上气怒 这时卡西向弗里诺求救 但是弗里诺却迟着冷眼相看 就在这时艾斯梅走到台上 然后温柔地说 对不起 绳子就被他砍断了 谁知弗里诺突然让他助手 这后艾斯梅大声喝止弗里诺 对吉普赛能的惨论 以及连对需要帮助的人 也如此的残酷 弗里诺听完后非常生气 他下定菲比斯抓人 是个人抓艾斯梅 但是他却轻松地甩掉 然后离开 菲比斯也不禁感叹 这是一个奇女子 在这个过程 弗里诺还被对方气爽 于是他更加生气 下定抓人 没过多久 天就下雨了 在台上无助的卡西 他伤心地对弗里诺说 我再也不会误被运了 随后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跌跌撞撞的 走回了圣母院 不过艾斯梅却逃走热情的圣母院 但是他被菲比斯发现了 两人短冰箱箭打了起来 但是菲比斯极力表达自己的善意 然后等艾斯梅刚明白他的善意时 弗里诺却带着士兵出现了 结果艾斯梅马上否定闲前的想法 认为菲比斯欺骗了自己 这时副主教又出来阻止 因为教堂是神圣之地 弗里诺只好在此作罢 所以让人离开 自己偷偷溜到艾斯梅身后抓住他说 吉普塞兰在城里总是看不见后事 他边哄和艾斯梅 眼神神地闻了他的头发 不连路面门把手伸不愿 想把他关在里面斩回己佑 艾斯梅看着教堂的人祈祷 自己也祈祷了起来 他祈祷帮助自己可怨的同胞吧 楼上了卡西挺前的歌声 不由自主地下楼却被人们呵斥 不赖了他之后离开 于是艾斯梅连忙跟上 想同他道歉 谁并不是友谊拿他上台 可当他看到卡西漂亮的小房间 他不仅在没钱 房间的东西很精美 卡西听到夸赞也很开心地 为他介绍了冲动力的各种钟和雕像 还有远方的美丽黄昏 在美丽黄昏下 艾斯梅温柔地告诉卡西 你不是怪物 卡西很开心 他想帮助艾斯梅 于是他抱着艾斯梅飞延走壁 住了圣母院 夺过把守的士兵临走时 艾斯梅说自己会来看他 他把身上外的织带送给了卡西 并亲了他 当卡西爬回棕楼时 被菲比斯抓住 询问艾斯梅的下落 卡西一瞬间抓起火把 一路气势凶凶地把他赶回楼下 迪达无比的他 甚至一把提起菲比斯 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艾斯梅的 菲比斯努力地表达了自己的善意 你走着他说 艾斯梅很幸运 有你这个朋友 等事情平息之后 卡西的雕像朋友们都很高兴 卡西解释了艾斯梅 但是卡西深知 他这张最丑陋的面孔 和深深的爱情相隔甚远 艾斯梅就像天使 而自己却宛如恶魔 夜晚 菲利诺自认自己是 无比正直 有纯洁的人 他闻舍母玛迪亚 为什么 要让我看到他跳舞 为什么他那深邃的眼神 会灼烧着我的灵魂 今天的艾斯梅 让菲利诺不可救药地 爱上了他 来自地狱的欲望 想让他占有他 他抓狂者 要么得到他 要么就烧死他 这时士兵同志艾斯梅跑了 于是菲利诺就开始全身搜捕 他从地下 草泽地 救出了藏匿的吉普赛人 然后监视想用钱 手买逼问艾斯梅的下落 但是他们都沉默不语 于是全被关了起来 接着 他又来到一个农场主的家里 逼问 而艾斯梅 却凑巧躲在这里 但是农场主不说 于是 他们就被关在了房子里 菲利诺用户 要把他们烧死在里面 称之的菲比斯 违抗命令 救出了农场主一家 这导致菲比斯被士兵抓住 要被处死 突然远处的艾斯梅 等着短刀打中了士兵 于是菲比斯趁机甲马而逃 但是在剑狱中的他 最后还是落下了河里 菲利诺看到这个结果 便不再管他 继续新居入坟地找人 大伙 蔓延到了各处 菲利诺也没有找到艾斯梅 他开始怀疑 是卡西帮助艾斯梅逃跑的 而在中路里的卡西 正在担心着艾斯梅 他的雕像朋友们 当他放一万个星 能令艾斯梅爱上了卡西 他们的话和肯定 那不辞心的卡西 都有些相信了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 艾斯梅将菲比斯扶了过来 想让他藏身再次 菲比斯救了那一家人 现在艾斯梅觉得 他是最英勇的军人 让人情不自禁地 当着卡西的面 相闻了起来 这让卡西在一旁哭泣着 伤心着 不料菲利诺突然回来 他匆匆送走艾斯梅 然后把菲比斯藏在餐桌下 菲利诺出现以后 就大发黎听了说 吉普塞的那不是对你好事狡猾 明天他要派千人去找他 最后菲比斯决定 要帮助艾斯梅 那时卡西却说 自己不能离开 不能再背叛主人了 可菲比斯失望的刚走到楼下 卡西就来了 带着支带的他改变了主意 他们顺着支带给了线索 找到吉普塞的唐生之所 神奇宫殿 不过 他们一出现就被抓了起来 好在艾斯梅出现 救了他们 菲比斯刚说 弗里诺要来的时候 大军就立刻出现 弗里诺得意地包围了所有人 他花了20年时间寻找神奇宫殿 今天终于在跟踪卡西 找到了 艾斯梅被绑在了柴堆上 弗里诺要在所有人面前烧死他 弗里诺再次问他 选择我还是死亡时 艾斯梅朝他吐了口水 这时的卡西正被铁链绑在钟楼里 雕像朋友们鼓励他去救人 但他却一直消沉 当当弗里诺点燃柴堆时 卡西暴怒了 他奋力地挣脱了铁链 奸绳到了高台上 抱走了艾斯梅 他爬上高高的钟楼 高举艾斯梅 大喊 金桥庇护 顿时全城的人民都欢呼了起来 弗里诺已经崩荒到 准备进攻圣母院 被比赛打倒士兵后大喊 把敌的士民们 弗里诺一直以来迫害我们 已经掠逗整个城市 现在他还要破坏神圣的圣母院 我们能允许吗 为时人民也加入了战斗 和吉普赛人们一起 在钟楼上的雕像们和卡西 则打落了想要爬上来的士兵 战况激烈 雕像们召集大鸟前来帮忙 卡西从钟楼倒下了龙眼水 龙眼水总是母院的四面八方 向婆婆搬留下 卡西高兴地告诉艾斯梅 自己打退了他们 但是艾斯梅没有反应 卡西以为他死了 这时弗里诺之身来了 他手持匕首要刺死卡西 卡西及时发掘把他推倒 然后质问 从小到大 你都说这个世界残酷又黑暗 现在我明白了 只有你 残酷无情 一旅在这时艾斯梅醒了 于是卡西赶紧把他抱起逃走 弗里诺持剑追来 弗里诺为了追到他们 于是说出了自己杀死卡西母亲的事情 这句话让卡西震惊时 弗里诺因砍他而掉入空中 被卡西抓住 艾斯梅则抓住了卡西 他们掉在空中 弗里诺趁机从旁边的建筑 爬回了上来 他眼睛血红 两眼要杀死艾斯梅时 脚下的建筑断裂掉进了龙眼里 而艾斯梅也抓不住卡西了 但是卡西则被菲比斯抓住 这次 卡西温度地把菲比斯和艾斯梅的手放在了一起 他们胜利了 艾斯梅把害羞的卡西潜到所有人面前 一个女儿上前温度地抚摸卡西 现在卡西不再是怪物 而是巴黎的英雄 片名 钟楼怪人 一个人心灵是否纯洁 与相貌完全无关 只是卡西没有和艾斯梅在一起 显得有些可惜 但这部作品 是我经过改编题材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卡西最后出称 艾斯梅和菲比斯是一种成人之美 作为回报 艾斯梅想要介绍给了大众 其实结尾也算是极大欢喜 更是提倡了影片的另一个潜在核心主题 弱势群体被大众接纳的必要性和渴望 影片在1999年上映 虽然票房不是很好 但是里面的一些描述 后续会让你格外的喜欢 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观看一下原片体验一般 我是少年 一位男影看片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一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